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 网络主播威亚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 偷逃税款6.43亿元 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 依法被追缴税款加收至纳金并处罚款 共计13.41亿元 对于直播行业来说 威亚可以算得上是巨头之一呢 她的直播间可以说常常是人气爆满 相信不少人都通过她的直播间购买了不少产品 可以说威亚是直播行业的领头人了 因为从她和李佳琪开始 带货主播这一职业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 毕竟这是一份高收入的职业 按理来说 网络带货平台是一门迅速腾飞的行业 满足了消费者需求 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知道干这一行的利润还是可以的 有些明星的出厂费甚至每小时高达几万 但是税收违法 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只能说威亚走到这一步 也是没有守住本心吧 一旦违法 该来的还是会来 税务部门对威亚的此次处罚 也为某些行业敲响了警钟 更是为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 偷税漏税不可取 你觉得威亚被处罚之后 对她以后的直播会有影响吗